一起来关心浩劫之后的日本 在16年前板神大地震之后呢 日本政府就致力提升建筑物的耐震度 大力推动一种GIS系统 按照每个城市的特性呢 推出不同的预警 那么神户消防局将在2012年的春天 推出新型的系统 到时候它的精准度可以高达70% 来到神户市消防局总控室 首度对外开放给台湾媒体拍摄 不过每天上百通报案电话 消防人员怎么掌握第一手消息 全靠GIS系统 GIS系统可以马上分析 报案者的住址变迁 当民众打电话报案 GIS零秒差追踪事发地点 电子地图透过卫星马上定位分析 报案人住家地点 环境 有多少家族成员一口气全部掌握 1995年板神地震后 为了更有效率掌握灾情 日本政府开始制定 各机关都要推行GIS政策 举例神户消防局 细围道可以锁定区域人口密度资料 做到一户一家透明化 24小时监控市区城镇 连天气条件也要掌握 2012年春天 板神消防局还要换最新的GIS系统 堪称是日本防灾大要紧 就算自然灾害难预料 科技生活防灾不能少 日本人有效运用所有的广场和球场 包括后面的球场底下 其实是一个上百吨的蓄水池 当进入紧急避难状态 可以供灾民使用 日本东北地震后 让七年级以后的年轻人 再度重视防灾的重要性 对抗天灾最好的方法 就是预先准备保命要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道具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